大家好 各位早安 這齣《Fantasy Island》我之所以會找來看 因為我看見他主角之一是有Michael Peña 他演戲我會有興趣看 因為很多時候他演其他戲不是做正主角 但通常他的表演都可以很出色 而且他不只是搞笑 例如演《End of Watch》是一齣認真的戲 我覺得也是非常好看 超級突出 我是因為他所以看這齣戲 以及Sony的電影 其實Sony也有很多爛電影 但如果是Sony推出的話 我也想看看如何爛電影 結果就是 Oh boy It is bad 聽說這齣戲 我看完這齣戲之後 我看回他的資料才知道 原來他以前是有一個電視的TV show 一個電視劇叫Fantasy Island 所以他把電視搬上大銀幕 即是一個新的remake 我沒有看過那些電視 即是我之前那一代的電視 但聽說他跟電視是完全不同的 我想電視應該有些圓幻 有些科幻色彩 可能也是 但這不是恐怖的 但這齣戲是一齣恐怖片 所以完全不同 所以你千萬不要 就為了我小時候 我不知道你幾小時候 我不知道你小時候 有聽過Fantasy Island的電視劇 讓我先回味一下 這樣就不好了 因為據說是完全兩回事 這齣戲的故事是說 有一個島 他們互相之間 大部分都是不認識的 有一群陌生人搭飛機去到一個Fantasy Island 說他們中了獎 可以在那裡免費留幾天 而且他們來到這個島 這個島的host 就是Michael Peña 他說會幫他們的顧客 即是那些來賓 實現他們的夢想 實現他們的Fantasy 他們每個人的夢想都有點不同 你要看這齣戲自己去Fantasy Island 然後這齣戲是說 那個島主 怎樣去幫他們實現他們的夢想 但是開始有些奇怪 科幻的事發生 最後就演變成 其實這齣戲是一齣經歷恐怖片 又有滴凸的警示意義 首先就是講他的故事 他那個故事 其實是一些很老舊的想法 就是說 人人都有他想實現的夢想 人人都想許願 然後能夠成真 但是對於你許的願 你就要小心 因為有些人許願的時候 是沒有想清楚 他自己許願的時候 究竟是有什麼意義 所以就是 這個想法 其實我在很多電視劇 很多年前的X-File 那些 我想電影可能都有 已經是用過了 真是願望成真 不一定是你想得這麼開心 他裡面有一個很重的元素 所以有時候他們 去過夢想 然後他會慢慢演變成 變成一個惡夢 還有他的故事 最後的故事 就是他有一個 整體的安排 因為他有幾個來賓 好像有四個組合的來賓 所以他們有四個夢想 其實大部份的時間 其實大部份時間是說 那些人有什麼夢想 然後實現的時候 有什麼事情發生 我想這張電視劇 70-80%都是在說這些 這些電視劇 其實是可以有趣 其實是可以好看的 但是首先 那四個夢想 就是那四段的故事 可以說是 因為他們是分開的 起碼在開始的時候 他們是要有趣的故事 但是這個問題是 他可以作了四個故事 然後四個故事 都是悶到抽筋 哈哈哈哈哈哈 即是他 四中一也好 對不對 他是作四個故事出來 四個都那麼悶 又無厘頭又悶 根本上就是 他四段故事 有些不同風格 有一些是比較奇怪的 例如他們想去抱 他們的夢想就是開派對 然後跟別人搞一夜情 那一段是比較輕鬆 想搞笑的 完全不好笑 全部都是硬滑溪 另外一段是有少許元素 就是被人追殺 那些 但是完全是不恐怖 也有一段是跟溫情有關 跟子女和父母有關的夢想 那些就是走溫情路線 完全不感動 哈哈哈哈 所以這齣戲 整體來說 有80% 因為這四個故事佔了這麼多 有80%就是 要溫情的時候 就不感動 想搞笑的時候 就完全是硬滑溪 然後被人追殺的時候 就完全不驚嚇 就是 epic failure 簡直就是epic fail 哈哈 他無論想搞什麼 全部都是失敗 告終 完全不好看 滿到抽筋 如果這齣戲 是有任何的警示意義的話 他想有一點點 但這齣戲當然也很失敗 如果他有任何的警示意義的話 唯一令我 會反省人生就是 為什麼我浪費時間 在看出這樣的東西 哈哈哈哈哈哈 知道嗎 那齣戲到最後的時候 在故事上 他是嘗試搞一些新意 即是有個twist 但是你想回頭 如果那個twist是這樣的的話 你就懷疑 但是之前其中一個角色 即使只有他自己一個的時候 你解釋不到他說的話 他那種的行動 他很多的反應 是完全說不通的 他是搞twist 搞到自己 即是我覺得 根本上就是 所以我覺得這齣戲 那個故事 是非常令人失望 好像我剛才所說 如果我講演員的話 即是講角色 我是想看過Michael Peña 但是在這齣戲裡面 是有一些鞋角的 但是鞋角不是由他做 另外一些不好笑的演員去做 那麼他呢 這個搞笑能手 即是可以說 他就做一個很認真的角色 但是就是一個很沉悶的角色 我覺得是 整天抱著我口臉 說話好像懶得是professional 整體來說 整體來說 這齣戲我覺得是不看的 是很失敗的 知道嗎 所以這齣戲的評分 我給他 我覺得是下載了 免得 是不值得看的 這齣戲 是不值得看的 這齣戲